我是曾孔,独立中学07年的毕业生 那非常幸运的我也参与了曾孔 在05年举办的第一次高医生野外求生训练营 我是2003年的毕业生 作为04年的毕业生,我是校友 因为那时候在我们的年代来说 野外营是刚刚要成立的时候 那其实那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野外营感觉是蛮恐怖的 要跑到去野外 那其实当我们来到这边有感受到的时候 其实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样 它其实是一个蛮享受 蛮能够去学习的,知道我们去学习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在05年第一次野外营的时候 我学到的是信任 我一定要信任同伴 比如我在进行这个夜间探索的时候 我一定要学会相信我前面那一个人跟我后面那一个人是不会离开我的 我要相信我的领队老师一直陪着我 我要相信所有的教官都一直在身边照顾我 然后我要相信在黑暗中是安全的 当他踏进森林的第一步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也是还不错啊 大家都可能是一整班朋友一起的话就觉得还好啊 在这个森林里面生活 那么来到这一届 当我的身份调换的时候 当我做了一位领队老师的时候 我学会了要去保护我的孩子 其实我是一个很快跨黑暗的人 但是在进行夜间探索的时候 我知道我的小朋友需要我的鼓励 所以我即便多么的恐惧 我都要陪着他们走那段路 因为我必须要让他们喜欢上黑夜 所以我自己必须要先接受黑暗 当我开着眼睛走在这一段路上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就是原来夜晚的声明是那么美丽的 在这个遥影当中 我最大的一个体验就是 可以观察到学生 通过各种的活动 他们学会去这个团队的这个合作 还有就是学会相互的去体谅 去包容 去学习跟人去沟通 那最重要还是什么 他们来到这个地方 他们受过了苦 就好像这些参天大树一样 他们都必须要经过风云 才能够更茁壮的成长 所以我相信他们回去 会更珍惜他们现有的生活 我建议以后高一 三个学期其中一个 就是进森林里进行野外语 我们高一应该要有四个学期 不要吵了我在讲这 哇 他们还会参加 conversions 让在儿郁山开始 对方的关系 以后的研究 既然留意 又 goodbye